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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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這在演戲裡面出現這個OK嗎 尤其在全校面前 他有說不喜歡 沒有啊,那個是測獎的 測說 他妹妹不喜歡他 演戲,參加戲劇部 所以我在想 可能原因是這一個 退下吧,不法施圖 這裡不是已經有垃圾該存在的地方 我一定會得到全世界給你看的 所以我們演劇部 年年二次大會和文化祭 演劇 就是這樣,我們戲劇部在每年的大會和文化祭上都會表演戲劇 興趣的人 是放課後演劇部部室來 有興趣的人放學後請到戲劇部來喔 演劇部的部活紹介 嗯,以上是戲劇部的介紹 接下來是吹奏樂部 那個前輩好漂亮 原來他是看上雪月的 是不是 嗯,戲劇部喔 好遜喔,搞什麼啊 那個阿虎彩的先輩 很帥 演劇部 那個演劇部 那個演劇部 那個演劇部的前輩還挺帥氣的 可加入戲劇部 沒救了 對吧小公 小公怎麼了 小公你怎麼了 沒什麼 哥哥是笨蛋 呵呵呵 隔何起源 9月9號 喔,這時候已經那個 靜四郎去世了 啊,不是功課很好 擅長解決這種事情 你解決了嗎 呵呵呵 你被解決了 呵呵 在為靜四郎東奔西跑 請求大家在如歌上發表短文的第二天 可犯事態來到了醫院 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可是血液也住院了 靜四郎怎麼樣了 血液沒事吧 我忍著 湧上心頭的不安 前往血液的病房 這應該是那個 誰的視角 撤 即剛撤的視角 呃 Yukia 起 呃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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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我們本想立刻探望 來看你了 醫院去說拒絕探望 嗯 你身體還好嗎? 嗯 我冷靜多了 靠 你這樣還能冷靜喔 看到一個人在你面前自然耶 你還能冷靜 然後自己也即將七天後要死掉 你也能冷靜 我也覺得蠻厲害的 這個女生要嘛神經很大小 要嘛她不是正常人 啓士郎 發生什麼事了 啓士郎君 死了 劍士郎 死了 欸 欸 可是 毒格明明停止了 昨天 毒格停止了 我和劍士郎君 都喜好 昨天毒格停止了 我和劍士郎也很高興 可是 死亡預告卻出現在網路新聞上 然後金士郎 網路新聞 網路新聞 金士郎臨死前說 媒體不是獨格也可以 是獨格也可以 那不就沒辦法阻止了嗎 那... 那... 劍士郎君死了 然後... 我... 我... 名字 然後... 劍士郎死了 之後我的名字 你的 事態立刻拿出手機按下啟動鍵 他在看毒格吧 真的 真的 ユキハ的名字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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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可能跟... 這個血液有關 他會不會是喜歡血液 那如果能跟他對到戲的話 反而演壞人是一個比較好的... 一個...接觸方式 我在想啊 有可能... 當然演主角絕對是最好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可能選... 選擇壞人吧 就是... 來借詞表達自己對他的喜愛這樣 我不知道 我都猜了 聖太... 聖太...給我看看 求闊死 9月8號7點31分 為什麼是血液 禁士郎的同學 禁士郎已經有兩個人按照預告死亡了 要下去血液也會死 血液也會死 我們有什麼能做到的嗎 有什麼能做到的嗎 9月9日 所以... 時間限定是15日的7時半 嗯... 短文是8號發的 那時間就是15號的晚上7點半 還有一週間呢 我... 死了嗎 還有一星期我就要死了 血液好像快要哭出來了 不是在演戲時露出了虛假的悲傷 而是真正悲傷的表情 我... 還好... 存個檔 我從自己口袋裡拿出了手機 是吧 是吧 MonoLog 是怎麼用 是吧 他瘋了 他想要... 他想要跟那個誰 禁士郎一樣 幫他擴散嗎 我沒有MonoLog 我沒有MonoLog 我也是MonoLog 要怎麼用MonoLog 我怎麼用Mono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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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帳號就行了 我用手機連接網路 搜尋讀個打開的首頁 就是這個嗎 輸入ID就行了嗎 撤 你在做什麼 說說 有喔 我輸入ID和密碼 註冊自己的帳號 我打開血液的帳號 找到那個亂碼的帳號 好 找到了 找到了 擴散這條寫著血液名字的就行了 好 找到了 擴散這條寫著血液名字的就行了 撤 助手 進士堂擴散過了 那個多鐵還是死了 你要是擴散 你也會 入手冊 呃 我才不想這樣 怎樣啊 不想怎樣 你某種程度來說 這個人蠻單細胞的 還蠻好同的 血液名字被提了 是當事人 靠腰你沒事 你進來幹嘛 等一下 假 喔 指教 不是我只是納悶說 為什麼你每次休息都會先跳到我房間 我房間有那麼舒服嗎 我不會 呵呵呵 莫名其妙 問號 真的有危險的只有他 我不想這樣 無聊 我也說不好 我也想看血液站在同樣的立場上 然後一定要找到救他的方法 這 唉唷 這個 這個害羞 怎麼說呢 這次升血絕劍越能發揮實力 這是日本人的 對阿 我弟阿 幹嘛 呵呵 欸唷 你還蠻自戀的 對阿 呵呵呵 你想太多了 孩子 你等我一下 哈哈哈哈 所以我來說你不要想太多啦 好熱喔 即剛測即將去世 求闊死 9月9號6點40分 阿 好啦 這下我可不能逃啦 笨蛋 呵呵 阿別擔心 我一定會找到方法救你了 你還要注意了一段時間嗎 什麼發生什麼事了 你在講什麼 呵呵 嗯 警士郎君が最後に暴れた時 ちょっと火傷 喔 在禁士郎臨死前掙扎時也有點受傷 警察も事情をいろいろ聞きたいみたいだし 精神的にも入院した方がいいって 也有很多話要問 警察有很多話要問 要考慮到精神因素應該主演 是嗎 ごめんね 役に立てなくて 對不起喔 幫不上嗎 阿 沒什麼好在意的 そうだ 俺とセイタで絶対に助かる方法 見つけてやる 是啊 我暗示他一定會找到救你的方法 そうだね トールは何か考えはある 嗯 是啊 欸 笨兒你有什麼想法嗎 ない 沒有 呵呵 幹 講得那麼帥 然後有什麼想法 滿杯喔 你還幫我啊 你還幫我想啊 そんなことだろ 我想也是 禁士郎死了 對啊 他直接被燒死了 他們成功的停止了網格 诶 毒閣 可是他們沒有停止整個網路 停止了那個毒閣 結果他的消息直接被擴散在那個 那個叫什麼 媒體新聞上面 他就直接被燒死了 然後現在血液也即將死亡 那為了救血液 那個吉剛策 發轉了他的訊息 要陪他一起同生共死 一起找辦法解決 整體自然 幹嘛啊 你不是也沒有嗎 跟你一樣 我有想法的 真的嗎 你以前總是不動腦子就先行動 虧你做得出自己去擴散這種事 囉嗦啦 比你這個快告訴我你的想法啦 幹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他也擴散了 瘋了是不是 是怎樣 這三個人是有病喔 金本釋太郎 生兒釋太即將去世 求擴死 我... 天赋後計 存貨你是做什麼 我也來擴散血液的事 為什麼連你也 我也不喜歡被一個人排除在外 你... 而且也許多田會死是因為擴散方法不對 什麼意思 一個人擴散不行 那說不定兩個人就能得救 這個理論還蠻有趣的 那如果是多人 可是有誰會拿自己的生命來開這種玩笑 拜託 大家一起上小船 天使囉 也只是可能性之一罷 是吧 是的 我們說話的時候房間門打開了 護士探頭進來 不好意思 面會的時間是7時 所以請問一下嗎 不好意思 探望截至到7點 現在至7點54分 請各位離開 不好意思 我明白了 為什麼我真的覺得他每次笑的時候臉都好黑喔 還是因為他那個臉的角度的問題 我們還會來的 小心喔 我還是覺得他那個側肯利對血液有意思 護士也來吧 我看事態兩個人離開了醫院 外面天色暗了 可是太陽還沒完全下山 今後天黑會越來越早 嗯 咱們兩個現在都還沒有線索呢 是啊 那麽這一節影片就到這邊告個段落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在下方點選喜歡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給予支持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 喔 我們一下影片 下斜左右 還有按摩